台北有一名朱先生他花两万七千元购买了一台法国知名品牌洗衣机 结果没有使用多久就发生了漏电意外 家人陆续遭电击 而一查才发现这个洗衣机竟然是已经停产快六年的库存货 他一撞告上了消保官 不过进口商坚称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台湾没有三孔地线插座才会发生意外 就是这台花了两万七千元的法国进口白朗牌洗衣机 让朱先生全家白白触电一个月 朱先生说洗衣机整台都是不锈钢 又没有外接的地线装置 朱先生找代理商处理却得到这个答案 你们竟然跟我讲说是那个插头的正户级相反 那我是跟他讲很好笑 我们大家尝试都知道 家里的交流电一百一十五的是没有所谓正户级的 你们给他保固 他一年之内漏电还要我自己维修会 朱先生告上消保官才发现2008年买的洗衣机 竟然是2002年已经停产的库存货 而且厂商也没有提醒 这台洗衣机用的是一百一十伏特的三叉头 第三个圆锥就是地线 必须装在接有地线的三孔插座才不会漏电 这三聘的嘛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三叉座 你那个就是地线 问题是我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墙壁上的插座 根本都没有接地线 就是整个全国性的问题啊 电器梁老板说 民众如果真的不想被电 最好还是检查自己的家中 究竟有没有三孔的地线插座 一般台湾的家庭其实插座 基本上都没有配置三孔的插座 只有一般的现在的新大楼才有配置 看完新闻 赶紧把家里的电器检查一遍吧 如果您家是旧公寓 最好还是帮家电接地线 不然可能会跟朱先生一样白白被电 民事新闻 玄玄李志瑞台北报道